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今天这期节目有点意思 我前天的节目有一个节目是说 日本的首战用核弹连续用核弹 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 那而指日本他发表了一个 协防台湾的这么一个声明 等于说是官方承认了 只要你大陆要是敢动台湾 我们日本肯定要参与 就是关于中国核武器 日本例外论 如果日本想要保住台湾跟中国对抗 那么我们就要和平日本 那些节目我是怎么说的 我是说牛逼吹爆了会怎么样 牛逼吹爆了 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 那就是炸的脸了 今天我所看到的一个新闻 确切的说是两个新闻 就证实了牛逼已经吹炸了 已经炸了自己脸了 都说网易有态度 我们来看看网易的态度 美国军机降落台湾 就是故意逼大陆动手 真用武力我们就上当了 这就有点晕了 怎么个晕法 咱们可以设想一个场景 我们在喜剧电影里边经常会看到一个 让人啼笑皆非的场面 就是动不动 怎么这么一个结果 太让我失望了 大家都倒一片 本来这个人很牛逼说 你要是敢动手 我肯定弄死你 小让我弄死你 如果这边我真的是我戳一下试试 我看你敢把动手 我来试探一下 我美国军机 我进入台湾试一下 结果这边你一看风头不对 这个人是个硬查 我要是真动手 我们就上当了 还记得当年雷雷跟徐耀东打了一谈 徐耀东三两下把雷雷放到以后 雷雷怎么说的 我要是动内功的话 那是要出人命的 我要是真用武力 我就上当了 我要蹲监狱的 当时雷雷是这么一个自圆其说 现在已经是把众多的吃瓜群众都给绕晕了 你到底是动手还是不动手 那具体的事情的细节 咱们来看看两个新闻 第一个是美国军机闪电降落台湾 引诈神经 一架美国行政专机 15日闪电来台湾 降落松山机场后 转战停留后离去 就这么一个不大不小的事 美国军机降落台湾是吧 台湾很低调 但是中国国防部 他就是表示很关切 称中国人民解放军保持高度戒备姿态 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坚决粉碎任何台独的图谋 这么说吧 屁股绝对脑袋 你站在一个中国国防部的立场去看问题 这么说政治正确 嘴上强硬一点 这符合习近平的胃口 这就是一个口炮不同 中国国防部说 我们正告美方切勿玩火 立即停止冒险挑衅行为 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 释放错误信号 避免加剧在台海制造任何紧张局势 该发言人称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人民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国防部这么说就是一个先入为主 台湾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了一部分 不管台湾人民怎么想 也不管台湾人的感受 反正这句话在中国有市场 小本红听了之后会高潮 小本红听了之后会觉得硬气 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咱们不妨再多说几句 台湾跟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有一段时间 是属于中国 是一个中国之内的领土 这没问题 这说的过去 包括在中华民国时期 台湾短暂的曾经属于过整个中国 广义上的中国 地理位置上的中国 那么在共产党建政以后 他没有一天在台湾形成过主权 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在台湾 建立任何行政部门行政单位 当然一些地下党党支部是有的 但是你要说台湾的某一个县 是共产党统治的 有市务书记有街道办 没有 共产党他没有统治过台湾 你从一个婚姻关系上来说 台湾跟中国已经是属于离婚的关系 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男人 台湾是女人 两个人曾经结婚在一起过过一段日子 后来因为感情不合离婚了 那么你现在你又口口声声说 这是我的女人 这是我的老婆 一天是老婆 一辈子都是老婆 你一天是我的女人 你一辈子都是我的女人 你也不管人家台湾怎么想 你也不管人家台湾现在热的过得好不好 人家不想跟你结婚 就想这么待着 你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中国国防部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了一部分 老生常常的话题又说了一遍 说了有点啰嗦了 那么再看看承包了我今天一天笑点的内容 美军机降落台湾就是逼大陆故意动手 真动武力我们就上当了 我怎么就突然想到了范围 真把钱给你我就上当了 文章里边虽然没有明说 但是这个意思也是很明显了 有观点认为台湾问题 既有国内问题 又有国际问题相当复杂 因为涉及到国际问题 所以通常只能用和平道路解决 不能始于武力 至少是慎用武力的 这里没有用标题上的上当这个词 但是已经很好的释放了信号 不能够使用武力 基于当时中美实力对比在过去 我们针对台湾问题就只能等 美军不撤 我们就等美军撤 一度解决台湾问题 靠与美国的关系的亲密程度 然而现在我们不同了 现在中国实力强了 策略当然要变 当时不打的确是实力太弱 现在还不打 是因为是因为现在有比统一更重要的 是我不说破 大家去想 你不说破大家去想 那么不说破我就可以理解为你不打台湾 炸了不就炸着脸了吗 所以美国一再加大挑衅力度 前段占了运输机降落台湾 加上这次算是挑衅的新高度 一点一点逼中国开战 我们要怎么做 这时候可以说越怂才是越聪明的 越怂才是越聪明的 现在开始怂了 因为更重要的是完成之前对开战对中国不利 但也不能啥都不做 不然队内对外都不好看 尤其是队内 我们就加大绕岛力度 加大绕岛力度 你飞机不用加油 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平油国 你天天开着军机绕来绕去 你不烧油 挺有钱的 有一种炫富是开着飞机绕着台湾岛绕台 你就是不敢进入他们的领空 曾经听到一个音频 前一段时间也是中国的军机绕台 可能一个不小心越界了 然后台湾的无线电就发过来 你现在已经进入我台湾的领空 请赶紧离开 请赶紧离开 说了这么一个警告 然后中国飞行员好像是个东北人 来一个东北话 你说啥 然后台湾的无线电静默了几秒之后 说了4个字叫你滚了 这就是中国军机绕台 前一段时间网上流传出了这么一个音频 绕台归绕台 你不要真正进入台湾的领空 小心被打下来 你进入台湾的领空被打下来 你就说不过去了 你挨打也白挨打 到时候可能还要说越怂 才是越聪明的 这里说到美国感觉到自己的霸权地位 不保了想打断中国崛起的方法就是在中国周边挑起战争 我有必要再次重申我前几期节目的观点 就是说 世界上其他国家基本上我没有听到说要打中国的一天到晚 把中国作为一个假想敌 一天到晚想着怎么打中国 怎么打北京 怎么打上海 怎么打广州 要不要用核弹怎么登陆 你见过哪个国家 哪个地区天天叫嚣着要打中国 也就是中国一天到晚要打打那个 说是在周边挑起战争 是谁在挑起战争 有一个词不是高级红低级黑 就是说有时候鸡鞋打过度了 牛逼吹炸了 炸着脸了之后 这不是坏事 这反而是好事 那些战狼外交你越是叫的欢 你越是跟其他国家叫板 一天到晚叫着打打 就越能够激起周边国家的警惕 本来你只是呲牙咧嘴 就像一只凶狠的狗在被链子拽住的时候 叫的比谁都凶 一个不小心链子断了 然后面对其他的狗马上就松了 然后把链子递给主人 你拉紧一点 我只是叫叫而已 所以说真动武力我们就上当了 还是那句话还是不敢打 不是说以后他们就不敢动我 而是现在日本美国台湾印度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那就是共产党统治的中国 共产党他很聪明的 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软 什么时候该硬 什么时候该长 什么时候该短 就跟男人的生殖器一样 他就是那个东西 那好吧 这期节目就先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